今天能夠落實 我心中還是滿滿的感謝 滿滿的感動 在這邊還是深深與舉功 謝謝我們所有團隊們 謝謝大家 公立青年運動機車站 站 站 對啊 這邊這樣看起來滿有趣的 對啊 我還是認為說讓基隆 推動一個這樣子的政策 我覺得對青年朋友來說 是正面的 我也是非常的開心跟快樂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展示空間 這個展示空間打造的 比我想像的質感 是一樣的好 基隆市長謝國良宣布 即日起開放符合資格的市民朋友 可以在各區公所網站下載零表 10月2號開始 在申請人戶籍地所屬的區公所 開放申請 那我們的目標還是 希望第一批的車子 能夠在10月底左右交出來 這個青年公益電動機車專案 可以減輕青年的經濟負擔 也將強化社會公益善的循環 實現城市環境永續發展 針對這項政策 以及青年電動機車展示中心的開幕 民眾都相當贊同 對 這個政策出發點算不錯啊 那你覺得說這個點是在這裡 因為它是展示中心 也可以來拿一些登記表 你覺得這個點是不是很適合 可以 因為通勤路過都會經過這個點 蠻方便的 火車站出來就可以看到這個 基隆市推入的這個政策 那其實應該蠻方便詢問的 因為走過去就看得到 然後車款跟怎麼樣之類的 我們利用這個展示中心 可以讓所有符合資格 或者是關心這個電動機車計畫的市民好朋友 都可以來這個展示中心 來近距離的來接觸 今天由市政府 跟這個透過審查小組 所選擇出來的符合合格 以及安全各方面都有兼顧到的車款 那民眾可以近距離的觀賞 給賞車 那我們的廠商代表也會在現場 為所有的市民朋友做服務跟解答 像我個人就很想希望青年朋友 對於基隆市的獨居老人獨居長輩 做深入一點的關心跟關懷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先交車 先讓青年朋友拿到車 先使用到車子 然後幾個月後 兩到三個月後 拿車兩到三個月後左右 我們才會提出 他們對於公益的需求 而到現場共同來祝福的 包括市議員郭美秀 民政處長張元祥 社會處長楊玉欣 以及各區的區長 跟電動機車廠商代表 對這項全國首創的公益專案 都相當認同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活動 也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我本來很支持 謝謝讚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把這個一個目標一個達成 那基隆市政府這邊 算是一個楷模 對於全國來講 推動這個公益青年政策 算是首開先例 那除了這30個友善插座之外 我們會再多在建20座 一共達到50座 這個我們在10月份 會完成這樣子的工作 讓市民在家充電 出外補電都能夠很方便 那最後還是謝謝 基隆市政府給Emoving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來參與 這樣子很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那最後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身體健康 記者黃正山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都要來理解 直到 總為止